大家好,之前小妹分享过在VMware和VirtualBox中安装MacOS,今天小妹分享如何在Windows内置的HyperV中安装MacOS,先看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cOS安装完成后,可再现升级到最新版MacOS 14 Sonoma。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安装教程。首先激活Windows 11中的HyperV。该教程同样适用于Windows 10。 按Windows加2键盘快捷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Auctional Features并按确定按钮。 选中HyperV并按下确定按钮。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HyperV管理器。 新建一台虚拟机。 新建一台虚拟机。 任意设置一个名称。 此处选拟第二代。 设置虚拟内存。 选拟网络连接。 设置虚拟机的保存位置。 保存位置可以任意选择。 选拟以后安装操作系统。 最后点击完成按钮。 右键点击新建的虚拟机。 选择设置。 切换到安全选项卡。 取消选择启用安全启动。 切换到检查点选项卡。 取消选择启用检查点。 切换到集成服务选项卡。 选中来宾服务。 点击确定按钮。 将下载的安装包复制到虚拟机所在目录。 切换到盏卡。 切换到心均。 再次右键点击新建的虚拟机 选择设置 切换到SCSI控制器 右侧选中硬盘驱动器 点击添加按钮 点击浏览 选择下载的安装包EFI并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应用并选择确定按钮 再次右键点击新建的虚拟机 选择设置 切换到固件选项卡 调整启动顺序 将UEFI设为第一启动 将MAC VHDX设为第二启动 点击确定按钮 鼠标右键点击新建的虚拟机 选择连接 点击启动按钮 选择第一个选项UEFI 此处可能会停顿一分钟左右 稍等片刻就可以进入MacOS安装界面 选择Disk Utility 选择Disk Utility 选择左侧第一个虚拟机硬盘选项 选择工具栏上的Eras 为系统盘起个名称 点击Erase按钮进行格式化 关闭Disk Utility窗口 选择Reinstall MacOS Mounted 点击Continue 后面的安装过程就直接省略了 如果喜欢小妹的教程 一定给小妹一键三连哦